今年3月10日 在塔石广场举行的警民同乐日 由保安司黄少泽司长 警察总局马耀权局长 治安警察局梁文昌局长 以及社区警务联络机制的多位社团领导代表 主持简单而隆重的启动仪式 在迎接治安警察局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際 本局期望继续加深市民大众对我们的了解 加强互信互动 促进警民一家的良好关系 今年继续有多名警务人员 凭杰出的工作表现获得家长 希望警员在获得肯定之后继续再接再来 共同向打造一支 莲杰高校专业精干的警察队伍目标前进 其实是非常好的激励 因为第一可以得到上级的认同 第二奖项其实不仅是我自己一个人 其实整个交通厅的队员是有份的 也很感谢这些队员和上级的对我们的信任 五同场也都攀发了好市民奖赞 多位获奖的好市民充分体现了警民合作 二八是有位小姐大叫救命 有人抽手机 后来我一听到之后 想都不想就去捉住她 是给自己有一个认同 会觉得我是真的有帮过其他市民 帮过大众 当日一名交通警员 在帮我处理交通意外 途中刚刚有一个疑犯跑过 我就协助那位警员一起去追接那个疑犯 追了几条街之后 都得到另外一些热心市民的帮助 最后才成功折获疑犯 其实都很感谢其他热心市民的帮助 我觉得河满有这么小的地方 其实大家都应该受望相助 维护自己社区的安全 多一点留意身边有些可疑人物 或者可疑的事情 尽量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我相信澳门的治安要搞得更好 警民同乐日当日虽然间中有雨 但是仍然无阻市民的热情 大家都扶老挥幼去到现场 吸取了上两年的经验 今年警方在场地设置方面重新规划 让各个游戏摊位 竟用装备 仪器和车辆展示等的位置更加合理 现场人流秩序保持畅通 游戏摊位共有10个不同的主题 涵盖防罪知识 交通手法 出入警措施等各方面 而警察总局及治安警少年团更加设置了两个有关避险中心 和民房应急逃生包的摊位 令市民透过游戏 学到相关的知识 除了塔石广场之外 附近的高美市中浦中学 也设有小警察大考验 及小警车驾驶区 小朋友可以一展身手 尝试体能测试 也可以在安全区域内驾驶警车 学习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今年虽然下雨 但气氛也很好 每个摊位活动都想玩一下 感受一下气氛 有没有玩过些什么 刚才去那边玩摊位 继续拼圖 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小朋友喜欢这些游戏 很难得一家人可以玩这些游戏 让他们认识更多些 有关警察平时的工具 或者面趣的东西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警民同学 比市民更加了解我们治安警察局 同时我们透过不同类型的 贪欲游戏或表演 透过这些活动 去传递我们警方的警务常识 和防罪知识 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除了改善我们警民之间的关系 树立我们警察的现象 也希望更多人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促进一个亲自的关系 希望我们的活动会做得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